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个父亲、一场地震和对失踪儿子的绝望搜寻 印度9月份的批发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26% 波兰反对派准备在重大政治转变中推翻执政的民族主义者 阿斯利康的塔格里索化疗组合在美国获得优先审查 请大家收看 五大经济部门抽调百名官员 金融委暗中启动密集活动 何立峰副手曾长光大 央行就只能被砍 南华早报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新成立的中央金融委员会已于9月底开始日常运作 这表明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看待房地产危机 及其对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潜在益出效应的严重程度 该委员会成立于3月 是全面机构改革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赋予共产党在金融和科技等关键领域更多的控制权 该委员会由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直接监管 是国家金融体系的主要规划者 新机构将监管金融领域的所有事物 包括整体稳定实体经济融资和人民币海外使用 消息人士称 该委员会已在北京金融街设立了一个综合办公室 该办公室的日常运作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负责 该办公室距离中国人民银行数百米远 距离中南海党和政府领导机关所在地两公里 鉴于此事的敏感性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一百多名官员已从央行、证券和银行监管机构调离 其他官员则被调离了财政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该国的首席经济规划师 他们已开始调查对国家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 尤其密切关注系统性风险 该人士补充说 最高领导层将系统性风险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主要任务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据国家媒体报道 国有金融巨头中国光大集团前总裁王江 将担任该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 根据周四发布的一份政府通知 该委员会已正式取代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后者由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导 在央行设有办公室 该机构的办公室现已并入中央金融委员会 与此同时 央行的职责也有所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政策局 将不再负责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常规监管 这些职责以及与消费者保护相关的职责 都将移交给三月份成立的另一个金融监管机构 国家金融监管局 该局将负责起草和执行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信贷和融资政策 而这一职责以前由央行的金融市场局承担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危机已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 并使人们对银行贷款的健康状况产生怀疑 从2022年7月到6月底 中国主要银行为偿还的房地产相关不良贷款NPLs余额增长了37% 每计达到2910亿元人民币400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认为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20家银行中有18家提供了数据 其中三分之二18家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 这表明他们仍然受到该行业不确定性的困扰 央行在9月份将这些银行确定为最重要的银行 宏观审慎局局长李斌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些银行表现稳定 资产质量良好 他补充说 截至6月底 整体不良贷款率低至1.27% 日本歌手古村心思去世 享年74岁 日经亚洲 日本歌手古村心思去世 享年74岁 死因尚未公布 但据报道 古村自3月份接受手术治疗肠炎后一直在与该病作斗争 他以歌曲卯在亚洲走红 并在职业生涯中创作了许多其他热门歌曲 一个父亲 一场地震和对失踪儿子的绝望搜寻 纽约时报 袭击阿富汗北部和巴基斯坦的地震已造成300多人死亡 随着更多偏远地区的到达 这个数字有望上升 这次7.5级地震的震中位于阿富汗北部 持续了至少一分钟 印度也感受到了地震的震动 这个山区偏远且人口稀少 阻碍了救援工作 整个社区已经被夷为平地 山体滑坡切断了受灾地区的联系 使得救援工作变得困难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军队已被派往协助救援行动 两国都呼吁国际援助 白宫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愿意在这个困难时刻提供支持 这是该地区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 喀布尔 伊斯兰堡和新德里都感受到了地震 目前仍在收到伤亡报告 一旦地震的影响得到适当评估 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上升 印度9月份的批发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26% 路透社 根据政府数据 印度的批发价格指数 WPI在9月份同比下降了0.26% 经济学家预测会上涨0.5% 燃料和动力价格较去年下降了3.35% 而食品价格上涨了1.54% 印度储备银行表示 在通胀率低于4%之前 它将考虑降息 波兰反对派准备在重大政治转变中 推翻执政的民族主义者 路透社 波兰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 PICE在最近的选举中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 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 图斯克领导的反对派公民联盟KO 预计将在460个席位的下议院中 赢得248个席位 反对派的胜利可能会重塑波兰与欧盟的关系 PICE与欧盟在法治和民主标准上多次发生冲突 而反对党承诺恢复与布鲁塞尔的联系 并撤销PICE的改革 阿斯利康的塔格里索化疗组合 在美国获得优先审查 路透社 阿斯利康的抗癌药物Tagriso与化疗联合使用 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接受优先审查 该药物将用于治疗一种晚期肺癌的成年患者 FDA的决定是基于一项晚期试验 待试验显示该联合疗法将中卫无尽展生存期延长了近9个月 Tagriso目前已在100多个国家获得批准作为单药使用 2023年上半年 它的销售额达到29.2亿美元 巴勒斯坦特使敦促中国帮助结束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彭博社 巴勒斯坦驻华使节呼吁北京在结束加沙地带战争中发挥作用 使节引用了西方官员目前正在采取的措施 以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 并呼吁中国加入这些努力 美国及其盟友也在努力防止冲突升级 美国总统乔拜登考虑前往以色列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计划第二次返回该国 以色列驻华大使此前曾呼吁北京利用其与伊朗的关系来制止哈马斯 使节淡化了伊朗的作用 并暗示问题在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 中国与伊朗有密切关系 并曾帮助调解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外交缓和 埃及 美国和以色列同意在加沙南部实施停火 并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600开放拉法赫过境点安全消息来源 路透社 埃及 以色列和美国根据两名埃及安全消息人士的说法 已经同意在加沙南部实施停火 停火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600开始 并与拉法赫边境口岸的重新开放同时进行 停火的确切持续时间尚不清楚 但消息人士表示将持续数小时 此外 三个国家还同意将拉法赫边境口岸开放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周一1400 作为一天的初始重新开放 然而 援助卡车仍在边境口岸等待 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何时能够前往拉法赫 边境口岸从埃及一侧一直保持开放 但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一侧的轰炸 该口岸已无法运作 泰国的塞尔在首次访华中追求绿色投资 日经亚洲 泰国总理塞尔西尔将在本周访问中国 他将带领一支庞大的私营部门代表团 以加强经济联系并吸引中国投资 在访问期间 塞尔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 并参加关于脱炭绿色金融和环境保护的论坛 泰国希望加快中国在其绿色转型和高铁项目方面的投资 并在高科技产业方面进行合作 中国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由于中国经济低迷 今年对泰国的投资放缓 乌克兰最新消息 拉夫罗夫表示 一带一路是欧亚合作的关键 日经亚洲 俄罗斯军队被指责加大对乌克兰东部城镇阿夫迪夫卡的攻击 导致两名平民死亡 城市陷入火海 这些攻击已经连续进行了四天 紧急救援人员由于炮击无法找到死者 这类情况促使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约瑟普 伯雷尔敦促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不要提供武器或帮助莫斯科绕过西方制裁 印度尼西亚法院拒绝修改 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资格规定的提议 路透社 印尼法院驳回了几项改变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资格规定的请愿书 这可能会使现任领导人的儿子 在明年的选举中参选变得复杂 这一裁决出现在对总统左科 维多多被指试图建立政治世袭的批评之中 法院驳回了降低候选人最低年龄 和允许任何有公务员经验的人 竞选总统和副总统的请愿书 如果获准 这项请愿将允许总统的儿子 苏拉卡尔塔市市长吉布兰 拉卡不明 拉卡参选 以色列加沙战争 王毅表示北京支持伊斯兰国家的团结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支持伊斯兰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加强团结与合作 王毅谴责过度行使自卫权 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制止任何伤害无辜平民的行为 他还呼吁停火并恢复冲突双方之间的对话 以及开放人道援助通道到加沙地带 王毅重申中国对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支持 并表示中国将向加沙地带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西巴尔干地区融入欧盟成为阿尔巴尼亚峰会的焦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柏林进程是2014年启动的一个平台 旨在加强西巴尔干六个国家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以加强一体化并实现完全加入欧盟的目标 然而 根据德国智库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的说法 协议的实施经常陷入停滞 除科索沃外 西巴尔干国家都是正式地加入候选国 但根据欧盟的说法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必须首先解决他们紧张的关系 最近 科索沃一名警察被杀事件 凸显了欧盟主导的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谈判的失败 斯卡伯勒浅滩的灰色地带策略加剧了中非之间的紧张关系 南华早报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引起了地区观察人士的关注 中国被指责使用灰色地带战术 模糊民用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界限 并使用水炮等武力手段来维护其在争议水域的主导地位 菲律宾在争端中采取了更加坚定的立场 其总统表示 将南海争端视为美中之间的代理战 是误导性的说法 这些紧张局势对菲律宾渔民产生了负面影响 他们发现自己对传统渔场的进入受到限制 一个积极的方面是东盟国家的团结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了海上边界协议 菲律宾和越南加深了海上安全合作 两家与中国大陆有关系的经纪人申请香港加密货币许可证 日经亚洲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 两家加密货币平台YAPS和Pandertrade 正准备申请香港的零售交易许可证 据说YAPS与Upfintech Holding有关联 而Pandertrade则与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支持的富途有关 这两个平台此前曾因帮助中国内地客户 投资离岸资产而受到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查 这些许可证将允许这些平台为零售客户运营加密货币交易所 而这在中国内地是被禁止的活动 习近平的一万亿美元世纪工程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日本时报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面临挑战和批评 其未来前景不确定 虽然在过去十年中 一带一路吸引了一万亿美元的投资 但由于中国经济放缓 近年来活动有所减少 北京还面临着不负责任的贷款和推动国家违约的指责 由于与美国关系破裂 该项目也变得更具分裂性 意大利计划在今年年底退出一带一路 加沙埃及边境口岸即将重新开放 以色列军队准备进行地面攻击 路透社 预计在国际援助努力下 埃及控制的通往加沙的边境口岸 拉法赫将重新开放 来自各国的数百吨援助物资 一直滞留在埃及西奈半岛 等待安全运送到加沙的协议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正在与联合国、埃及、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建立机制 以确保援助物资的运送 他还宣布 资深美国外交官大卫 萨特菲尔德已被任命为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以色列加沙战争冲击中显得无能为力 尽管改革正在推进 路透社 上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F和世界银行在年会上 未能解决最近哈马斯袭击和以色列的回应所引发的后果 凸显了深刻的地人政治分歧 这场冲突可能对贸易产生影响 并引发新的难民危机等问题 在会议上私下讨论 但无法做出回应 体现在二十国集团 INF和世界银行指导委员会发布的主席声明中 对冲突的提及上 美国的大战略可以支撑全球秩序 路透观点 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冲突 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风险 特别是如果这种冲突蔓延到中东其他地区 或者分散了美国对抗俄罗斯侵略和中国威胁的注意力 然而 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其宏观战略 任何新的地人政治风险都应该得到控制 目前世界各地的冲突 还没有像美国和平时代那样致命 而且有一些努力加强基于规则的秩序 比如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 对基于规则的秩序 最大的风险将是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 印度通过阿达尼的新超级港口 瞄准中国的海上贸易份额 南华早报 印度的VSJN转运集装箱港口已经开放 使该国能够与中国在国际海运贸易中竞争 VSJN港口由阿德尼港口和特殊经济区开发 地理位置优越 靠近国际航运路线 并且拥有足够深的天然航道 可以容纳世界上最大的船只之一 迄今为止 由于印度缺乏深水港口 这些船只不得不停靠在科伦坡 迪拜和新加坡的港口 VSJN港口将减少往来印度的货物的物流成本 支持该国成为替代制造中心的愿景 欧盟寻求缓解美国关税和绿色补贴威胁 路透社 欧盟将在本周与美国举行的峰会上 努力阻止特朗普时代的金属关税回归 并解决美国通胀减少法案 IRA及其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次由美国总统乔拜登主持的峰会 将重点讨论乌克兰和经济议题上的跨大西洋团结 一个关键问题将是就解决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 以及促进可持续生产 提出一份联合声明 美国要求欧盟采取行动打击中国钢铁生产商 以换取不重新对欧盟钢铁合铝征收关税 欧盟还寻求将其碳边境关税制度 与美国通过补贴推动经济绿色化的方法相协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一位著名日本歌手的离世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地震 印度的经济数据 波兰政治变革 阿斯利康要务的审查 巴勒斯坦特使的呼吁 以色列加沙战争的停火 泰国总理的访华 乌克兰的冲突 印尼的选举规定 中国外交部长的表态 西巴尔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中国和菲律宾的加密货币许可证 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 以色列加沙战争对 IMF和世界银行的影响 美国的全球战略 印度的新港口 欧盟与美国的关税和补贴问题 对于日本歌手古村辛斯的离世 他的歌曲卯在亚洲走红 他的离世无疑是亚洲音乐界的一大损失 对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地震 我们要关注救援工作的进行 希望受灾地区的人们 能够尽快获得帮助和安抚 对于印度的经济数据 批发价格指数的下降 可能为印度央行降息创造了条件 这对印度的经济发展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对于波兰政治变革 反对派公民联盟的胜利 可能会对波兰与欧盟的关系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改革和合作的发生 对于阿斯利康药物的审查 这是一项重要的进展 将为肺癌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 对于巴勒斯坦特使的呼吁 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大国 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解决巴以冲突的努力 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以色列加沙战争的停火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希望各方能够共同努力 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 对于泰国总理的访华 中泰之间的合作将为两国带来更多机遇和利益 也将为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对于乌克兰的冲突 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压力 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对于印尼的选举规定 印尼法院的决定将对明年的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可以期待印尼的政治局势发生变化 对于中国外交部长的表态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和推动解决巴以冲突的努力 我们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 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西巴尔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将促进欧洲各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带来更多机遇和利益 对于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我们要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 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中国和菲律宾的加密货币许可证 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将为加密货币行业带来更多机遇和发展空间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 虽然面临一些挑战和争议 但我们相信 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地区和全球的发展 带来更多机遇和利益 对于以色列 加沙战争对IMF和世界银行的影响 我们希望这两个国际机构 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前的挑战 为受灾地区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 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我们要看到 美国在应对全球挑战和维护国际秩序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多贡献 对于印度的新港口 这是印度发展的一大机遇 也将为印度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提供更多便利 对于欧盟与美国的关税和补贴问题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 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以及我的观点和分析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 接下来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